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 明天是加拿大的国庆节,我在此祝加拿大生日快乐 今天晚些时候我会去参加一些个活动 在加拿大这边到了国庆节会有一些个庆祝的活动 我今天和明天都会去参加 如果比较有意思,如果视频录得好的话 我会传上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录得不好的话就算了 我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说一个昨天发生的事情 之前我有两天连续预告 就是在6月30号的时候 在香港金钟的天马公园会举办支持警察的大型集会 这个集会之前预计会有几千人参加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市民都去参加了 这个聚会到最后举办方公布的数字是有16万五千人之多 据网友跟我反映 他们在香港的那些网友他们去参加的 说去的时候都很不容易 因为人特别的多 说是金钟这块呢 就全部都塞满了 要绕道才可以 很多人的 是啊,16万五很多 还是有很多的市民来支持警察的 据说呢 来参加这一次支持警察的集会活动的呢 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些成年人 都是一些个中年以上的人 年轻人很少 就跟民阵组织的那个呢 正好相反 民阵组织的那些呢 都是年轻人 而且呢 还有年轻人在网上发视频抱怨说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的呢 95%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来支持我们 那他们真的是就不明白 他们是头脑过于简单 被人利用 被人蛊惑 他们的父母是很清楚的 这一次支持警察 你看 大家就出来了吧 那这一次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 有这么一些人 首先呢 有前香港警察一哥 他叫邓靖成 他有来参加 他是首先一个发言的 然后他就说呢 近期的心情特别的忐忑 警察总部被两次包围 警队多年来保持香港成为最安全城市的功劳 好像都已经被忘记了 所以呢 特别的感慨 他指出 警队过去的数星期不断的被挑战和侮辱 仍然是坚守岗位 表现特别专业 他其后呢 就带头高呼说 支持阿瑟 支持Madam 我称你们 然后呢 是警务处的前副处长 也就是香港警察的二哥 前二哥 他叫任达荣 他发言 他说警察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 维护法纪 警队于本月12日 在立法会大楼执行职务时被冲击 如果说要撤回暴动说法 简直是天理难容 也侮辱了警务处长的专业判断 这次大会呢 还有一个组织者 他就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叫谭慧珠 他发言说 早前游行期间警方一直为游行人士开路 又认为警队忍辱负重 宁愿被围被打 都不让香港流血 不能容忍冲击法治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政府下令说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都不准还手的这个命令 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呢 当时那个情况啊 个别警员 对不对 他面临着危险的时候 你那个长官是看不到的 如果说等着那个长官来下命令的话 这个警员有可能非常危险 有可能被打伤 有可能被打死 都有可能啊 就应该像国外的警察一样 在评报的过程当中呢 给这些警察 他自己来判断的权利 让他自己来判断 当这个公共利益 和他们的个人利益 受到威胁的时候呢 他一定得有权利 来保护他自己 和保护公共利益啊 不能去等待那个命令 这次大会呢 还有一个主办人 就是现任的立法会议员 他叫何军瑶 总之呢 在这一次聚会当中呢 大家就跟那儿举记 然后呢 举标语 还有喊口号 都是一些支持警察 称警察 支持警队 称阿瑟 称Madam 这样的一些个口号 之前呢 我看到向花强夫妇 支持警察 支持6月3号这次活动 然后呢 不知道他这一次 有没有参加 因为呢 我问一些个网友 因为很多人啊 你要是在后面的话 不知道 他前面主席台上有谁 你也不知道 在主席台的旁边有谁 那些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网友就说 在现场 有演唱 《狮子山下》 那首歌 说据传呢 是钟振涛有在场 然后我也听了一下 那个视频 有人录的视频嘛 我听的那个视频 那个歌呀 听起来好像里面 有钟振涛的声音 反正那个唱那个歌呢 应该是受过 那个专业训练的人 在现场唱的 一定会有歌手在现场 既然是传说 有钟振涛到了现场呢 我想 钟振涛应该是在现场 我听着里面 有他的声音 那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呢 在香港举办这个活动 这个期间呢 香港那边 有几次都下雨 下阵雨 下得蛮大的 如果我们看视频 和看那些照片的话呢 你会看到 他们身上都淋湿了呀 主席台上的那些人 身上都淋湿了 因为那个台子上 没有遮雨的 那些参加的人呢 有些人他就带了伞 有些人呢 就没有带伞 但是大家也特别的 团结友爱 带伞的呢 会让没带伞的 到自己的伞下来躲雨 有几个网友跟我反应 就是他们去参加 这个集会的时候呢 然后跟旁边的网友 大家都有交流 大家交流的时候呢 普遍的都说 那些个年轻人呢 真是被人骗了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国际上呢 像美国英国呀 太多的那些个势力呢 反华势力 他们就结合了 香港的一些个 反华势力 然后就鼓动了 这些个学生 这些学生真的是 就是被人耍了 但是呢 他们又不自知 太糊涂了 成年人呢 普遍的 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而且通过这件事情呢 还对以前的六四那件事呢 也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很多人都推翻了 以前对六四的看法 就觉得 六四呢 和这一次 是一样的 其实 香港人现在认识到呢 是坏人 鼓动了这些年轻人 想破坏香港 破坏中国 那那次六四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当时呢 我们因为 我们也年轻 然后呢 我们的信息呢 又不那么通畅 所以呢 我们当时 对那些事情呢 也是认识呢 就不正确 那现在通过这件事呢 随着时间的流转 我们再想一想 三十年前的六四呢 有很多人都明白过来了 那这次活动呢 一共有十六万五 没有之前民阵 他们组织的那个多 对吧 这个呢 我觉得十六万五 也不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活动呢 组织者并没有说 去向市场推广似的 雇很多人去推广 这件事情并没有 然后民众呢 都是自发去的 主办方呢 事先估计说 能有几千人来参加 结果事实上呢 是增加了将近十倍 有十六万多 十六万五这么多的人 来参加 他们民阵的 组织的那个呢 就是香港市民呢 应该很清楚了 他们是到处做宣传的 给人家递那个 传单呀什么的 那些电线杆上啊 什么的 到处都贴的 他们那个传单 然后在海外 他们也进行宣传 他那样宣传的情况下呢 就拉了那些个人 而且呢 他们还有经费呢 据说是呢 他们还会 以一些个利益 来驱动他们 有吃有喝 这是肯定的啦 还有人说呢 他们是给钱的 这个确认不了啊 什么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 说你去 你只是去 喊口号给多少钱 如果说你愿意 去扔砖头 给多少钱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受了伤的 给多少钱 然后受了伤住院呀 什么的 那些住院费 怎么算呀 什么的 他们都有这一系列的 一个细则 他们都是有准备来的 他们一定是有组织的 这一点是 无庸置疑的 对吧 还有呢 这一次他们这个 活动当中呢 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牧师 在里面起作用 牧师都带着他的信徒 来参加这个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呢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 现在在香港呢 比较活跃的 三个反华的人 打着民主的旗号 反华的 这三个人呢 就包括 大老板 黎智英 黎智英 他就是拥有 苹果 那个媒体 还拥有一传媒 这两个媒体的 这个老板 第二个呢 就是前立法委员 李祝明 我昨天呢 在视频里面 我也讲了 李祝明 李祝明呢 当初是他第一个 为了避免张子强呢 被判死刑 当时他就提出来 修改这个逃犯条例 好把张子强呢 从大陆引渡到香港 避免对他判死刑 第一个提出来 修改的 其实是他 但是现在呢 他反对的 比谁都欢 然后他还经常 跑到美国去 要求美国政府 对香港给予支持 然后第三个 反华的积极分子呢 他就叫 陈日君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教徒 他是一个被教宗 任命的一个 高级的教徒 他以前曾经是 香港的主教 后来呢 他被教宗 任命为书姬 书姬呢 是一个很高层次的 一个头衔 在香港呢 他是第二个 被教宗任命的 所以呢 他在香港 在这个宗教界呢 他是有号召力的 他会要求 那些个主教 他可以要求任何人啊 他是最高长官 对吧 他可以要求 那些主教 更别提那些牧师了 他会要求那些人 就动员他们的信众 来支持 支持这次活动 所以就说 一个自发的活动 和一个做市场推广 去劝说 去诱惑 去蛊惑的活动 它是不一样意义的 很多的那个参加 那个活动呢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逃犯条例 是怎么回事 他应该还根本就不知道 他更加不了解 大陆的法律制度是什么 他也不了解 中国政府 他甚至 他都不知道 说 我昨天就说了 把那个军事码头 现在给诸港部队来用 然后呢 他们那年轻人就说 这是割让了 我们的土地给大陆 这些人 真是太荒唐了 他不知道 你整个香港的土地 都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拥有香港 他都搞不清楚这一点 他还跟那儿 对吧 义正词言的 还跟那儿 扔砖头 砸警察 明天就是七一了 七月一日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个计划 他们还要用 七月一日这一天 他们再次参加进来 要有比以前更多的人 现在呢 他们五个诉求 就变成了两个诉求 一个呢 就是要求林郑月娥下台 另外呢 就是要求成立一个 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警察和调查 他们这些个 参加示威的这些人 被抓的那些人 政府现在是不理他们了 该说的话 已经都说完了 林郑月娥是不会下台的 林郑月娥又表示了 林郑月娥说 我还没死呢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职位 然后第二呢 就关于对警察的调查 和对被抓的那个 示威者的调查呢 这都有法律程序的 不是说你们游行示威的这些人 想成立一个什么程序 就成立一个什么程序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有法律程序 就要依法律程序 我希望呢 他们能够真正的 和平的游行 集会 和平理性的 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但是事实上 他们不是那样的 他们很不冷静 就是在私下里面 在商场里面 他碰到了一个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高官的时候 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们戴着口罩 然后都对那位老人 实施了一个暴力的行为 对那位老人 都有了身体上的一个冲撞 然后他们去了那个军事码头呢 把那个铁丝网都剪断了 这些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其实 我比较建议 香港政府给警察 来自我判断的这种权利 让他们来判断 他们是不是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危险境地的话 他有权利来保护自己 你不能让他们 跟六四那会儿那些军人似的 最近呢 我还接触有一个网友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叔叔呀 曾经是参加对月自卫反击战的 他在对月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呢 他的腿是受了伤的 但是没事 受了伤但是没事 后来呢 他就参加了六四的那个评报 在评报的过程当中 上面呢就下命令 说没有命令 一律都不能反抗 学生啊 民众啊 来打这些军人的时候 你就得忍着 你可以躲 但是你不能反击 那会儿就是有那样的命令嘛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所以呢 他们就不反抗的 然后这个网友就说 他叔叔当时呢 又被那些人打 他在对月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跟敌人战的时候呢 他受了伤但是没事 但是在六四的时候 被人民群众给打了 然后他的腿到现在都还没好 那些个示威者就老是强调说 手无寸铁 你们到底是手无寸铁吗 六四的时候你们把坦克都夺了呀 把枪都夺了 把坦克都夺了 手里有砖头 有各种的武器啊 老强调手无寸铁啊 根本不是手无寸铁好吧 香港的这一次 对吧 把地上的那个砖都起了 然后拿着那铁马 然后来冲击 手里还有伞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铁支 什么叫手无寸铁啊 我还是比较主张的 政府不能太软弱了 有些人说就受了西方的口实 为什么那么在乎西方怎么说呀 西方爱说什么说什么 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 西方他们管理他们自己的事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在乎我们怎么说呀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怎么说呀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认诺 一定是 mine 你知道吗 还是 感谢观看